大家好,欢迎来到今天的密封财富要文 澳股盘后美股盘前 今天是2021年7月21日 今天的内容由我们的分析师团队 Nancy, Jack以及Zoe共同完成 下面我们看到今日要文 包括市场快讯,行情小苗 以及每日一股ANZ 首先看到第一条,本期要文 澳新银行将拆分创新部门 以促进金融科技转型 Nancy已将其创新部门 NancyI从集团中剥离 并将其命名为1835I 此作法表明 Nancy希望与金融科技公司 更紧密地合作 并加速技术转型 Nancy希望通过合作关系 来更快地应对外部变化 此举有助于招募人才 该部门将不受大型银行 固有的必要监管和流程 但Nancy仍将为其提供资金 并监管运营 下面一条消息来源于 Sandy Money Herald Maya股东抗议 路重组董事会 部分大股东选择出售持股 一些Maya的股东 对路重组董事会的提案 表示担忧 担心他可能会通过董事会 控制Maya 路最近收购该公司5%的股份后 将其持股比例提高到15.7% 下面一条消息 也是来源于Sandy Money Herald 碳排放挑战 让AGL面临历史性的分拆计划 全国最大能源公司 AGL未能进行有效的能源转型 其股价自2017年达到顶峰后暴跌 可再生能源的持续产出 以削减电价并冲击AGL的利润 AGL提议将其拆分为两家公司 AGL Australia 持有电力天然气和电信零售部门 以及清洁发电资产 Eso Energy拥有排放量大的燃煤和燃气发电站 下面两条消息来源于Australian Financial Review South32的煤炭业务遭受10亿澳元损失 并有2000多个工作岗位面临风险 New South Wales独立规划委员会 拒绝South32提出的D&D项目延期申请 South32已花费5年时间和10亿澳元来处理D&D项目的批准程序 Autodesk放弃对Altium的收购 美国工程软件巨头Autodesk放弃对澳洲Altium的并购 两家公司未能就价格达成一致 Altium的销售受到COVID-19影响 并且正在进行大规模转型 过去18个月中 Autium已7次下调其增长前进 下面一条消息同样来源于Australian Financial Review 澳元触及今年低点 Australian Dollar extends year-to-date low 自本周开始以来 澳元一直处于自由落体状态 触及今年的最低点 今天跌至73.04每分的低点 CBA外汇策略师表示 澳元可能会继续下跌至70每分附近 华大利亚的COVID-19形势和不断恶化的经济前景 对澳元构成压力 下面我们看到今天ASS200指数 收于7308点 单日上涨0.78% 现在我们看到的是ASS200股票的涨跌浮榜 涨浮榜第一名 PLS上涨5.5% CIM上涨4.47% PBH上涨4.02% DF榜前三名 ALU下跌5.04% HUB下跌3.86% ISG下跌3.23% 成交金额排行榜 第一名BHP 成交金额2.39亿澳元 第二名CSL 成交金额1.98亿澳元 第三名CBA 成交金额1.86亿澳元 看到仙谷的近日表现 仙谷涨幅榜第一名为 OPN上涨55% AON上涨38.89% POD上涨31.87% DF榜前三名 GFN下跌19.5% 第二名CPH下跌3.7% ISG下跌3.23% 成交金额排行榜 第一名DET 成交金额1602万澳元 PLL成交金额1027万澳元 PDN成交金额892万澳元 下面我们看到 几只股票的具体情况 首先涨幅榜第一名的是 PLS属于材料板块 今日上涨5.5% 成交金额1846万澳元 该公司的市值是43.34亿澳元 PLS是一家新鲜的离坦生产商 该项目位于西澳 看到它的一年日线 整体呈上升趋势 从20年11月份开始 快速的上涨 目前已上涨三倍左右 它的三年周线 之前走势比较平稳 也是从近期才开始快速上涨 这是它的五年月线 整体是一个上升趋势 下面这支股票是 Cemic Group Limited CIM 今日上涨4.47% 是涨幅榜第二名的公司 成交金额1470.26万澳元 Cemic Group Limited 是一家以工程为主导的 建筑、采矿、服务和公共 及私有合作供应商 今日该公司发布了一个 价格敏感性的公告 它的税后净利润为2.08亿澳元 集团收入为71亿澳元 销售额33.3亿澳元 公司的前景良好 看到它的一年日线 是一个波动的状态 目前处于一年中的低位 这是它的三年周线 整体呈下降趋势 它的五年月线 也是一个下降趋势 下面看到的这个是 仙股涨广第一名 这家公司很有意思 它是今天刚刚上市的一只新股 该公司今天的成交金额是 273.79万澳元 目前还没有给出它的市值 Open Negotiation Limited 是一家房地产技术公司 将私人协议房地产销售的便利性 和拍卖的透明度 与尖端技术结合 为卖方买方和房地产代理 提供最佳的房地产销售结果 目前已经有5500名注册用户 超过3300名代理采用了该技术 迄今有约20亿澳元的房产销售 被公认为是行业的推动者 提供了灵活和透明的交易选择 这是它今日上开盘以来的股价表现 开盘即大涨50%以上 这一只股票值得我们后续的持续关注 好 现在我们看到今天的每日一股 是ANZ 澳新银行 澳新银行目前的市盈率是15.57 它的净资产收益率在9.6% 澳新银行每年有一个稳定的分红 大约是3.84%左右 澳新银行的主营业务是 在澳大利亚和国际上提供各种银行 和金融产品的服务 其澳大利亚零售和商业部门 通过分支网络 抵押专家 网络中心 自助服务渠道 第三方经纪人 以及金融规划服务 为消费者客户提供各种产品和服务 该公司是全澳四大行之一 全球排名前50位 它按照市值排名是ASX第6位的公司 行业排名是第4 这是它的一年日限 受疫情影响之后的一年 上涨46.8% 这是它的三年周线 之前走势比较平稳 目前已经超越疫情前的位置 这是它的五年月限 涨涨6.3% 这是我们今天的主要新闻来源 谢谢您的观看 谢谢您的观看